我们就请世界维吾尔大会中国事务部主任伊丽夏提先生发言 他的发言的题目是新疆目前局势与未来走向 谢谢于大海先生 也谢谢各位组织会议的各位朋友们 也给维吾尔人一席之地 尽管他的题目是中美台关系 然后也没有忘记我们维吾尔人 土博特人 香港人 非常荣幸 题目呢 也不是我定的 是问我能不能就这个题目讲一下 我也没有提出异议 两个星期以前吧 10月1号习近平以及中国呢祝贺他的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那么我就当时也到中国大使馆门口烧中国的国旗表达抗议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什么呢 72年前在10月1号那天据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 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当然他所谓的中国人民把我们也强行包括进去了 也包括了土博特人也包括了现在的台湾人以及其他的他所能想象得到的 中国每一个帝王梦的人都能想象得到 但是当时在他宣布的时候根据图他的背后站着塞福顶艾兹兹兹 还有一些土博特人还有蒙古人 那么72年后的今天如果要我讲维吾尔人的处境是什么呢 那我想我还得继续寻找我的母亲 我还得继续寻找我的两个妹妹 在土耳其有成千上万个维吾尔人 在中国驻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门前 在安卡拉的大使馆门前 已经游行抗议寻找他们的亲人 已经有几个月了 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姆图和新首都阿斯塔纳 在中国大使馆门口也有很多的哈萨克人维吾尔人 也已经有几个月了在寻找他们的亲人 那么在美国肯定大家在电视上肯定在新闻上也都看到了 除了我以外还有很多的维吾尔人在寻找他的母亲 寻找他的父亲 还在寻找他的姐姐妹妹儿女 也就是说72年后的今天维吾尔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东北驾斯坦各民族的情况是什么呢 是在寻找亲人 寻找母亲 寻找父亲 寻找儿女 丈夫在寻找妻子 妻子在寻找丈夫 儿童在寻找父母 这就是我们的状况 那么在这些失踪的人在哪呢 他们在监狱里头 在集中营里头 可能在医院的器官移植手术台上 在等待这个命运的最后一刻 还有那些在阿克苏等地区出现的 集中营旁边的那些粉尸炉 可能他们已经是尸体 在粉尸炉里头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各位今天的这些朋友 也应该再召开一个 东土驾斯坦命运的问题的会议 和台湾问题一样 我在台湾的时候 几年前就讲过 一国两制 最早就是从蒙古自治区 维吾尔自治区 土伯特自治区等等开始的 什么是自治区 就是自我管理 就是一国两制的最早的形式 那么这个已经是伴随着维吾尔人 土伯特人 蒙古人的这种命运 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 已经是破产了 在光天化日之下 大家都看到了香港的命运 那么现在中共呢 还在继续加大它的对外的攻势 宣传攻势 我昨天收到一个从哈萨克斯坦来的 一个新闻 也是一个很可靠的一个消息源 那中国政府呢 为了压制在阿拉姆图和 阿斯塔纳的 哈萨克维吾尔人的 寻找亲人的游行 他们把哈萨克斯坦 向中国出口的这些产品 全卡在边境里头 不让他们出来 进入中国市场 这样呢就向哈萨克斯坦 施加压力打压 那么对土耳其的维吾尔人 也是同样的 包括对出席 维吾尔法庭作证的维吾尔人 甚至电话搭到 他们的个人手机上 对他们进行威胁 你还想不想和你的家人 还想不想见到你的家人等等 在这些方面 我觉得中文世界还需要 朋友们做很多的努力 做很多的努力 对于台海 台湾和中国 美国的关系 我更多的同意 施坦敏副先生的 正好他要点评我 他的观点 中国的红线一直在变 一直在变的红线 是没有红线的红线 也就是说 中国目前 他不敢打 也打不了台湾 但是什么情况下 可能会呢 也有可能 什么情况可能呢 习近平当他的权力 受到最大威胁的时候 为了转移 为了抓住权力 他可能会孤注一掷 但这个孤注一掷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出现 所以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 面临着种族灭绝的维吾尔人 更多的去 在这些方面 发现更多的东西 去揭露中共的这种种族灭绝 反人类罪行 大家简单的可以想象一下 我了解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 都是我的朋友 都我们都很多时候都站在一起 你们可以拿起电话 你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 知道你的母亲在哪 知道你父亲在哪 我现在已经从2016年开始 我前两天收到一个信息 说我母亲可能过世了 但我现在无法确认 我不知道是我母亲活着 还是过世了 知道这个的痛苦吗 能想象得到吗 当你不知道你的亲人 是死是活 有人告诉你 你母亲可能死了 有人告诉你可能没有 没有确切的消息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当你不知道你的孩子 你的丈夫 你的父母亲 你的妹妹弟弟 是死是活 当你听到那些基督人幸存者 在作证的时候告诉你 他们被强暴了 他们见证了轮奸 强奸 互行折磨的时候 我每次听完 我就想 我的两个妹妹也在集中营里头 他们是哪一种情况 这就是维吾尔人的处境 这就是我们的处境 我相信 土伯特人的不会比我们好多少 当然 在东土加斯坦 不仅仅是维吾尔人 还有哈萨克人 也在经历同样的命运 这是反人类罪 这是种族灭绝 已经有 至少六个国家的 政府和议会 已经确认了的 但是还有 我以前认识的一些 和我曾经站在一起的一些人 还在提中共洗涤 还在说 这个消息不可靠 你需要什么样的证据 我觉得 我们应该更多的 去关注 面临着这种 种族灭绝 面临着最残暴迫害 正在呼吁世界关注的 这些 这是目前的 就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 就像石板明夫先生讲这样 台湾已经在这种 威胁下 独立的生活了 半个多世纪 他们不仅适应了 他们而且也有准备 我相信 台湾 一定会 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是未来的必然 而且 美国和中国 我想我们大家都忽略了 一个关键的东西 是什么呢 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 它能够吸引全部的人类的精华 精神 最优秀的人 到美国来 而中国是一个极权政府 它的发展已经走到了尽头 再往后 世界已经不相信它了 没有对它的信任 它的这种封闭制度 它的军事上再发展 也只是把武器发展的更多 那么有更大的突破 我并不认为它能够有更大的突破 在科技上这些方面 而美国的这种 一旦准备好了 它一旦开始竞争了 那它在科技上 在资源上 在财力上 在人的资源上 它的潜力是无限的 所以 中共永远 都不可能是美国的对手 说永远可能太长了 但是中国共产党 是不是它的对手 但它对维吾尔人是一个威胁 而且是已经是一个 种族灭绝的 施视者 施暴者 反人类罪的肇事者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 更多的关注的 谢谢 好 谢谢伊丽夏提先生 下面我们就请 石板明夫先生 做一个简短的点评 伊丽夏提先生您好 我记得当年住在北京的时候 好像打过好几次国际电话 采访过您 我是在这个 我是2007年到2016年底 在北京住了10年 那么也就2009年的 这个75事件之后 75事件大概两个星期之后 我就到了这个乌鲁木齐 然后呢每年 那个时候中国对外国媒体管制 还并不像现在这么言 我每年都会去 这个维吾尔地区去采访 那么其实呢 就是对于集中营的问题 好像在2011年 12年的时候就开始 在当地已经传到很多了 我们也写了很多的报道 但是说 说句老实话 只是通过间接的传闻 因为我们很难采访到的 第一手资料 当时我们到 在维吾尔地区的话 都会受到警察的跟踪和监视 但是说呢 我们写的这篇文章呢 我现在记得很深 虽然只是在人权圈内 有一些影响 但是说我觉得巨大的改变呢 是2018年的10月4日的 美国的彭斯副总统的讲话 美国彭斯副总统讲话以后 全世界都会对维吾尔问题的 有一个巨大的改变 包括这一次 日本的新的岸田文雄首相 他第一次设置了这个 叫人权首相辅佐官 也是要对这个人权问题 其实主要是维吾尔问题 还有香港问题 做出日本的一些表态 日本的历史上被称为 经济的时间很长 对于人权问题 基本上是不关心的 但是说这一次表态 说明现在全世界 在人权问题上的发言 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 对维吾尔问题的关心 和我在2009年 10年的时候 是完全我那时候写文章 根本没有反响 和那时候比起来的话 还是有很大的变化 那么我现在在台湾 我也写文章 去督促这个日本政府 同时呢 督促蔡英文政府 我认为蔡英文政府 在人权问题上 也是比较消极的 所以说呢 希望全世界这种 对人权的问题 对中国施加压力 会越来越大 这是我们作为媒体人 一个责任 谢谢 好 谢谢石板明福先生 下面呢 我们请资深民运人士 盛雪女士 做一个简短的电评 好 谢谢 谢谢大海 感谢伊丽夏提先生 刚才他分享自己 很多惨痛的这种经历 我真的可以说是感同身受 但是呢 我必须得要说 就是维吾尔人今天 被压迫 受掠夺 遭奴役 被迫害的这个困境 在中共专制暴政的理系之下 是无解的 只要中共专制暴政存在 那么维吾尔人 他事实上 处境只能是轻一点 或者重一点 但是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遗憾的是 在轻一点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对这个暴政 暴以极大的期待和幻想 也包括各个族裔的人 也包括维吾尔人 我呢讲一个老故事 1999年 我在多伦多的维吾尔朋友 带了两位女士到我家 因为这两位女士呢 她们是跟着一个 中共的一个中医中药代表团 到了多伦多 那么就有朋友建议她们 利用这个机会 就托团逃跑 所以朋友把她们带到我这来呢 想听我的意见 那我跟她们讲 我不会替你们做这个决定 但是我可以确定的说 当有一天 中共暴政 她的 出现什么问题 那她一定会对维吾尔人进行屠杀 这是1999年22年前 那么这两位女士 她们决定留下来 那么但是其中的一位呢 她的家人 丈夫跟孩子来了之后呢 丈夫觉得在加拿大不好赚钱 没有原来在当地的日子好过 所以她就返回到乌鲁木齐 继续去赚钱 因为最近有朋友跟我说 说这位先生也被抓进了集中营 那么至少在对中共的认知上 在22年前 那她应该是对中共 还是抱有极大的信任期待和幻想 那么今天维吾尔人的这个处境 其实呢我在很多次在国际社会的 这种环境当中 特别是在国际笔会 我都是拿维吾尔人的处境来强调 在中共暴政之下的假和平比战争更恐怖 因为在战争地区还有双方的对抗 在中共的这个统治之下 没有任何空间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手段跟她对抗 所以呢伊利夏提先生这么多年 他致力于大声的几乎 我真的非常的敬佩他 尤其是当自己的亲人 在中共手中是人质的时候 这是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和勇气 那现在呢维吾尔的处境 越来越多的被国际社会认知 刚才他也介绍有六个国家的议会 通过了中共对维吾尔的种族灭绝的 这个罪行的认证 现在需要更多的人 在更多的国家 更多的议会 去大声的几乎让更多的议会 能够做出这样的认证 因为整个国际社会 对中共暴政的认知 是今天解决维吾尔人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其实呢还有一点就是 要有更多的维吾尔的朋友 跟华人做朋友 因为将来不管这个历史如何的演变 不管未来的这个局势怎么走 就算中共暴政解体结束被推翻 那起码呢从这个地缘上 从人类的关系上 这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课题 好谢谢 葛大海先生 谢谢盛雪 余大海先生可能出现什么问题了 谢谢盛雪 也谢谢各位朋友 每次都不忘记我们 给我们一个机会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同意盛雪的 我们需要继续交流 不管观点有多大的差异 交流本身就是一种 试图了解相互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赞成 我同意 我会继续坚持 谢谢 我也赞成您刚才提议呢 就是应该针对维吾尔人的命运 能够有一个网络研讨会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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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